最差的衣服 校长先生总是对八学员的学生家长们说 请让孩子们穿上最差的衣服到学校来吧 这是因为校长先生认为 如果孩子们担心弄脏了衣服妈妈要骂的 或者会弄破衣服的所以不能和大家一起玩 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就会减少很多乐趣 所以就让他们穿上最差的衣服 这样无论弄得怎么脏 甚至弄破了都没有关系 在八学员附近的小学 有的学校是要穿制服的 像水手服啦 学生服配上短裤了什么的 可是八学员的小学生们 都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到学校来 而且因为有老师的允许 孩子们可以不必再以衣服 能够尽情的玩耍 当时还没有像牛仔布这样结实的布料 所以孩子们的裤子上都打了补丁 女孩子的裙子也尽用结实的布料做成 小豆豆最喜欢的游戏 是钻别人家的或者围野地的篱笆 如果可以不必担心弄坏衣服 对小豆豆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呢 那时候的篱笆 一般是用带刺的铁丝围在栅栏的周围 其中很多篱笆的铁丝一直拉到贴近地面 这被孩子们称之为铁丝网 这样的篱笆怎么钻过去呢 还是有办法的 那就是先把脑袋钻到篱笆下面 然后往上顶铁丝网 挖出一个洞钻过去 就和狗的钻法是一样的 这么做的时候 就算小豆豆很小心 可是铁丝上尖尖的刺 总会勾住衣服 把衣服撕破 有一次 小豆豆穿了一件很旧的连衣裙 裙子是布的 但看上去却像是羊毛的 钻铁丝网的时候 裙子当然撕破了 但这一回破的样子却很奇怪 它不像是裙子被勾住了滑开的那样 而是从背上到屁股那里 共撕开了七八个大口子 破破烂烂的 像是背上背了一个胆子 小豆豆知道这件裙子虽然旧了 却是妈妈喜欢的 她拼命地想一个好办法 因为如果说 是钻铁丝网的时候划破了 很对不起妈妈 哪怕是撒个谎 也一定要显得 实在避免不了弄破 实在没有办法才好 想啊想 小豆豆好不容易想出一个好理由 回到家以后 小豆豆对妈妈说 刚才我在路上走的时候 别的孩子都往我背上扔刀子 才成了这个样子 一边说着 她一边担心 妈妈要是仔细地问是怎么回事 可就麻烦了 好在让人庆幸的是 妈妈只说了句 啊是吗 这可太吓人了 小豆豆放心了 太好了 这么一说 妈妈就会知道 弄破她喜欢的衣服 是不得已的 当然 妈妈肯定不会相信 刀子把衣服划破之类的话 刀子扔到了后背上 身体却一点没有受伤 只是把衣服弄得破破烂烂的 这样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且更重要的是 小豆豆丝毫没有受了惊吓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是在说谎 不过 连小豆豆也想找一个借口 这可是她从来没有过的 可见她在意这件衣服 不愿意弄破 真是个好孩子 妈妈这么想着 不过 妈妈决定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问问她一直大惑不解的一个问题 衣服会被刀子啊什么的弄破 这妈妈也知道 可是 为什么每天回来的时候 短裤总是碎得不成样子呢 小豆豆穿的 镶着花边的松紧带式 白色棉布短裤 每天回家的时候 屁股周围总是破破烂烂的 妈妈很奇怪 要是裤子上沾了泥 磨坏了什么的 那可能是坐着玩滑梯了 摔了屁股堆了 才弄成那个样子 可是 短裤破成一条条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豆豆想了一下 说 因为往里钻的时候 肯定会先挂住裙子 但是出来的时候 是屁股先出来 从里巴的一边 一直反复坐着 打扰了和再见的动作 短裤什么的 立刻就破了 妈妈还是不太明白 觉得很纳闷 那样做的话 很有趣吗 听妈妈这么一问 小豆豆露出 非常吃惊的样子 看着妈妈说 妈妈也坐坐看 绝对很有趣 不过 我想妈妈的裤子 也会弄破的 让小豆豆乐此不疲的游戏 原来是这个样子 当她看到一大片 围着长长铁丝网 篱笆的空地时 就从一头开始钻 抬起带刺的铁丝 掏一个洞往里钻去 先说打扰了 然后钻过去 接着 抬起下一根铁丝 再掏一个洞 这时该说 再见 向后退去 向后退的时候 屁股先出来 裙子被卷起来了 里面的短裤 就勾在了铁丝网上 这么一说 妈妈总算听明白了 就这样 小豆豆掏出 一个一个的洞 裙子和短裤 不断地挂在铁丝上 重复着打扰了 和再见了的动作 如果从上面 往下看的话 小豆豆从篱笆的 一头到另一头 不停地钻进钻出 这样 就把短裤也弄破了 对大人来说 这么做根本没什么趣 只会让人很累 但小孩子 就可以玩得这么高兴 真令人羡慕啊 妈妈看着头发 指甲和耳朵里 都是泥土的小豆豆 这么想着 她不由得 衷心佩服校长先生 让孩子们穿 弄脏了也没有关系的 衣服的提议 这才是真正理解 孩子们的大人啊 这才是真正理解 这才是真正理解